现年65岁的独居老人张奶奶在家里病逝了 居委会给他两个在城里混得有模一样的儿子抱着伤 文迅赶来的兄弟俩给母亲办了个简单的商礼 商礼过后兄弟俩就去了居委会找干部 因为他为母亲所居住的这个老房子就要拆迁了 而这房子坐落在城中村 周围都是高楼 拆迁后能得到一笔高额补偿款 可谁能想到张奶奶去世后写了遗书 自愿把所有遗产捐给贫困山区的人 知道两个儿子当场在居委会大闹了起来 警察来了才把事情摆平了 按理说老人去世了 留下的遗产应该给两个儿子平分 可张奶奶却把所有的遗产全部给了居委会 让居委会转捐给贫困山区 原因是因为张奶奶的两个儿子太不识东西了 张奶奶的命非常苦 40岁的时候 自己的老公就因为在工地上被高处掉落的砖头 砸到了他老公的头上 导致他老公当场死亡 丈夫死亡后 工地给张奶奶一笔巨额的赔偿款 那个时候张奶奶的大儿子正好长大成人 由于大儿子学习成绩一直不好 所以很早就下学 在社会上流浪了 起初张奶奶的大儿子虽然在社会上流浪 但也没做什么伤天汗礼的事 每天也就是在网吧上上网 到台球厅打台球 花的都是小钱 可自从得知自己的爸爸出意外 赔了这么多钱后 他的儿子也开始变得挥霍起来 每天问张奶奶要钱 不给钱就偷 就摔家里东西 让张奶奶含了心 后来不久后张奶奶大儿子要结婚了 可张奶奶的大儿子非要买一辆二十万的车 不然就不结婚 张奶奶没办法 拿出了巨额补偿款 给了他大儿子一部分 剩下的部分留给他的小儿子 大儿子结婚后 由于儿媳妇的家里面条件可以 给大儿子安排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每个月有两万块钱的收入 住的是高档小区 开的是好车 非常让人羡慕 可是大儿子很少回来 可以说都遗忘了还有一个妈妈的存在 张奶奶是有苦说不出 每次给大儿子打电话 都是说了两句就挂了 大儿子根本就不想管张奶奶了 渐渐的小儿子长大了 长大后脾气性格和大儿子简直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小儿子还算有良心 结婚的时候 张奶奶把剩下一半的巨额赔偿款 给了小儿子 小儿子在城里付了首付买了房子 起初小儿子刚结婚那几年 每年都回来看张奶奶 可是没过多久 小儿子就染上了赌博 把家里面输个金光 老婆也跟他离婚了 离婚后对张奶奶使活不管 所以这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那是 小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